这座为了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,而新建的全省最大的稻谷干燥厂,一共花费了新台币500多万元。 稻谷干燥厂每天可以处理稻谷40公顿,虽然农民需负担每公顷1700元的加工费用, 由于稻谷可以干燥到13度的标准干燥度,不会因为下雨发芽,受到严重损失,农民们争相前往干燥,使得干燥厂生意兴隆。 台南县政府对稻谷干燥厂的经营,目前正在做进一步的研究,以降低农民的负担。